嘿是的我是喜德雅 今天來玩浩元 首日已經乾了將近快8個小時 從開服到家那邊有停 這遊戲的內容實在是非常的豐富 也可以說有點多到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來一一介紹我們今天 一天大概會玩到什麼系統 讓你們決定要不要入坑 介紹我們的必坑指南以前 右下角有這個浩元討論區 這遊戲是要共鬥一起打王的 歡迎公會招募 最無檢視見解 話不多說 我們分析 首先這遊戲無課小課可以玩嗎 我是覺得是可以玩的 主要是這種收藏遊戲還是一樣 無課小課就是慢慢玩就好了 課長就是跟課長就比 那開服的活動限定英雄 我是不建議抽這個英雄的 如果你是沒有課太多的話 這是課長限定的池子 我們稍後介紹一下 那28天簽到不其實送的還不錯 主要說他的抽 抽一抽可以有這個保底的系統 我們也等一下稍後介紹 七日慶典也不錯 第一個任務完成以後 直接送一張這個特殊的這個角色 你可以把它搶成SS 最頂的卡片 那當然這是隨機 第一天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是第一天就可以送到這個 江湖六字 那我是還沒解 等一下再解 成長資源信典也是按照遊戲任務就可以了 然後呢裝備 這邊也是製作裝備系統就可以拿到 我們的邀請星光英雄 這個也是課長限定 所以我也沒有那麼多 可以看一下這個保底這個抽完就可以這些東西 當然每天是可以有免費召喚的 所以我們只要每天免費召喚的話 也是可以把這個池子給撈乾淨 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委託進行活動 這個是我們的委託任務 這也是那個天堂或是其他天系列的討伐 那這個遊戲呢 其實就很像是天堂或是這個 魔靈召喚 回合制的遊戲跟天堂系列的手機遊戲結合在一起 都很課嗎 其實也看你想要打到什麼程度 做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說的話這邊就是 基本上這一期的開服的活動介面是這樣 那這邊的話是要買這個通行證才解鎖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交換所吧 這遊戲的交換所是 不是自由交易 你是可以去遊戲裡面的活動 然後去拿取這些道具 等於來說是參加活動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那這個的話是比較是課金要素 所以這個就不考慮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都是可以去靠活動去取得的 再來是我們的任務 任務的話就也很一般的 就是一個主線介面 今天主話還是帶大家認識 這個整個遊戲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就是很多很多遊戲的融合體 那這個就是專屬的角色的故事模式 那就是白嫖獎也還不錯 這個好感度等於是碎片的意思 你只要湊滿好感度 湊滿以後就直接可以送一隻英雄 這個是相對佛心的地方 但是也沒有說那麼佛 因為他抽滿要12隻 這遊戲抽滿要12隻 這麼坑 這遊戲抽滿要12隻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成就 這邊成就也是可以漂一大堆資源 然後一般一般的東西都可以去做使用 製作的部分就是綠裝藍裝紙裝 那這個制度很單純 就是你打活動的時候就會送這些材料 就可以去製作 還有我們的合成系統 這個的話就類似天賦詞吧 這也是一樣我們就參加活動都可以去做取得的 然後神獸級啊 武功利級啊 這都是可以去靠 這個製作 我打副本 打活動都可以去拿到 甚至你 當然你也可以用課金的道具去取得 有時候你的角色抽到的時候 你可以又去用 這個限定的禮包 那這邊上該合成的都有 就是該基本的功能 神獸禁的話呢 類似這個解鎖這些小小的攻擊力啊 然後去用這些龍雕石啊 分解裝備去取得這些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不斷的強化你的角色 類似收藏的概念 無劍的話 這遊戲的英雄也是非常的多 那等一下我們稍微要介紹這個遊戲的 這個圖鑑系統的坑度在哪裡 但是一樣啊 這種遊戲都是標榜 說你要抽抽抽抽抽抽到後面 你都可以抽到滿角色 當然這種標榜 我也講現實面 通常你要玩一年以上 玩一年以上你才會有一定的程度 如果你是無課小課的部分 聯盟的話這是一般的公會系統 那可能是這個是上班時間開的 所以公會還是偏少 或是可能我在鄉下服 這遊戲在鄉下服 這種遊戲在鄉下服 你才會過得快樂 說真的 玩法的部分 我覺得第一天大概 跟我會開到跟我差不多的程度 一個是委託 我剛剛講過的類似天堂的委託 那這個東西是還蠻自動的 你只要接完五個任務就可以去解了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委託 他們會送的是這個 好感石啊 好感石的我剛剛講過 你只要湊完一百個好感石 就直接召喚一隻原生的英雄 但這遊戲要12隻才會滿命 也是這樣這一次是有命做的 還有思想修煉 那這遊戲比較特別是說 結合了這個區域戰鬥的玩法 還有我們的這個回合制玩法 就在這邊 你要推到大概第六章第七章的時候 才有這個回合制玩法 然後進去 然後排陣 然後進去戰鬥 所以說你等於說你玩一個手機 可以玩到一個即時戰鬥 又可以玩到回合制的玩法 野地首領的部分呢 有分單人跟隊伍 所以後期的話 應該會偏向於公會 然後組隊一起去進攻 那這個的話就是單人副本 通常是打裝備 打材料的部分 打經驗值 這邊可以看到一星二楚 還有再來就是我們的公開副本的話 類似一個限時地下城 那這邊打進去以後 也是這樣去掛個 不像是別的遊戲 可能要掛一兩個小時 這其實掛15分鐘就結束了 所以到後期的話 可能一天 新體力要15到30分鐘 相對的是比較忙一點的 整體來說 目前開服來說 官方送的還蠻多的 剛剛瞬間又領到 這個特服SSR保證召喚券 直接我們來先開抽一下 開抽的是什麼角色呢 那我覺得如果你剛開始的角色 一定要以這個突破3為主 因為他很多技能都在解鎖在這個突破3 突破3的話 就是等於要抽到3隻的角色 抽到了我們的這個火角 這隻我也沒有 漂亮 抽到的是我們四滑 然後抽到角的話 我們角色會獲得這個主題 這遊戲一抽是130鑽 那10抽就是1300鑽 那台幣的話是1比65 但是你搭配禮包的話 是沒有這麼貴的 那他遊戲只有保底 那基本上只有保底 很難歪啦 80抽絕對保底 限定池的話 還是我覺得是課長專屬 這遊戲至少要抽到命3才會強 這次抽出重複三隻 這遊戲的屬性角色真的超級無敵多 你想要可以看 我這邊的話 我會選擇這邊的保證抽的話 每10天的話就可以去做一個選擇 把它抽掉 因為這個是還蠻划算的 再來是說我們這個抽卡 看我這邊就有專門抽主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想要的主性進行抽取也可以這樣子 這個保底下80抽就會隨機送一個特殊保證召喚券 還有我們的100 這個其實不是150抽 你看這邊是150抽 20抽送多少 50抽多少 150 然後200的時候送我們的這個特殊保證召喚券 那我換主性的話會什麼 換主性 這是一起累計的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賽季一次 對 那這是一個賽季一次 那就不斷的抽取 剛好官方送的10抽 我們來抽一下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拿到一個保底券 那目前的角色我覺得是因為是全球是同步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個角色是特別強 那一樣 我們抽到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抽這些角色會一直抽到這些好感度 好感度只要抽滿100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一隻原生角色 所以抽出這麼多 其實你 激素就越多 然後就可以拿到越多的角色 再來我們以張明為例 他要在超越3的時候 才會解鎖技能 甚至超越2的時候 還會解鎖其他的技能 所以是這些 其實是相對的坑 而且還要學武功 這個部分就是有點坑 但是你也可以去靠農來取得 像你看我這邊紫色亮條的部分 就是超越2 命2的時候才解鎖 然後你解鎖以後 你還要去學這個技能 你才會結合著額外的技能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無課小課 基本盤的話 一定是一隻角色就超越3 就可以去練其他角色了 不然再投資上去的話 我們可以看下去 超越3 超越4 超越5 只是解鎖這個欄位的加成 那我覺得 我們玩這種遊戲 最注重的是技能的質變 而不是數字上的質變 雖然質變當然好 但是我覺得這種遊戲 就是玩陣容 玩客組的話 一定是要角色越多 越與平均越好 除非你是課勞 可以課到百萬 所以的話 還要把這個命運到6 不然我們無課小課的話 玩到命3 其實就是已經很緊繃了 然後再慢慢把它歪慢慢歪 你喜歡這遊戲就玩久一點 那基本上這遊戲內容太豐富了啦 所以會分好幾期影片去做介紹 那一樣 這遊戲的等級是共享的 類似其他的放置遊戲一樣 你可以前面練5隻 只要練5隻英雄 所有的角色會共享 還有裝備的話 也是可以去做共享的 一個角色可以共享3個人物 所以有一隻人物一定會落單 基本上你一定要練到2套裝備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會有共享狀態 所以說這邊應該1個2個3個4個 所以1套裝備可以4個人用 那2套裝備就只能8個人用 對啊 那基本上就是要練2套啦 沒有2套的話 不然你會發現1隊設定5個人 很奇怪啊 怎麼不是1套裝備5個人用 你都是設定2隊的 你看 這邊是 所以就是必須要練到2隊的2套裝備 然後根據你的陣容去做畫面化 屬性做變化 那在未來幾期的影片 我可能會做一些角色評測 但是這遊戲第一天 我真的覺得超級多內容 你第一天可能會吸收不良 我自己覺得 我們玩這麼多遊戲的人 都覺得吸收有點不良 這很雜啦 他就是一個遊戲的大雜彙 然後畫風還不錯的這樣子 好啦 我是CVC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